轻打细算的你还在为早餐要不要加蛋而烦恼吗 台湾人可能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富裕 这是因为傅比士公布最新排名 台湾是世界上第十四富裕的国家 挤进前十名的国家或地区 包括第一名的卢森堡 亚洲的澳门跟新加坡分数第二跟第四 美国排在第九 台湾第十四 香港十五紧追在后 但是中国大陆日本南韩通通没有挤进前二十 不过特别说这是考量各国通膨 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基础 计算出的人均GDP来排名 台湾调整后的人均GDP是7.33万美元 约合台币227万 虽然说购买力强 但是跟实际薪资落差太大 大部分人年收入当然没有227万 也难怪台湾人感觉不到自己很有钱 连家旦自由都很难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沙